由于这个不善业,虽然三浦家休闲了两万年,但是却毫无成果,以后他投生于阿比地医。 在两天国之间的时期,饱受煎熬,乃至在他的最后一生毅然,有许多年的时间他饱受止责。 由于他在迦瑟国时代累积的善业,所以他出生于王瑟城的一户富有的人家里。 但是,由于上面谈到的不善业,所以从婴儿的时候开始,他就只吃笨贱,别的东西一概不吃。 他一直像出生骨那样全身褐落,衣服一概无法穿得住。 他只睡地上,不睡床上。 长大之后,他跟随邪命外道出家。 那些邪命外道用善耶稣子将他的头发拔掉。 当嫌疑外道发现他吃笨贱等污物时,就将他赶出去。 他以楼体外道自居,修行各种苦行。 他假装除了用好力尖端沾一点奶油或蜂蜜滴在舌头上之外,不接受其他任何供养。 尽管事实上,他偷偷地吃笨贱。 如此,他苦行的名声远说四方。 在他五十五岁的时候,佛陀知道他过去世的善业即将能结成果报,因此去造访他。 住在靠近他住处的一个山洞里。 当天晚上,三苦家见到威神显赫的天神都来礼敬佛陀。 心里深深感到佩服。 因此隔天早上就来请教佛陀。 佛陀告诉他造成他当世如此长期苦行的过去世恶运, 并且劝他放弃错误的行为。 在佛陀开示之时,三苦家对自己的楼体生起羞愧。 佛陀就交给他一块默浴用度,让他遮复身体。 听完佛陀的开示之后,三苦家证得阿罗汉果。 当昂诀及摩羽妥的居民带着贡品来见他时, 他显现神通,并且鼎礼佛陀,声明佛陀是他的老师。 如此,旧世界使得众生有高下之分。 接着,请大家看三色摩纳奇所画的图。 三色摩纳奇是某一教派的片形外道女。 他长得非常美丽动人。 当这一教派异教徒发现由于佛陀的信众增多, 而使他们的供养减少时。 他们要求三色摩纳奇帮助他们达成破坏佛陀名利的阴谋。 他们要他假装去奇缘经测拜访佛陀。 他故意让人们见到他在傍晚的时候到奇缘经测去。 晚间他在奇缘经测附近那派异教徒的地方过夜。 隔天清晨,人们看到他从奇缘经测的方向走回来。 当人们问他时,他说他与佛陀过夜。 几个月之后,他将一个墓制的圆盘绑在腹部, 假装怀孕,来到佛陀面前。 当佛陀正在对众多的听众开示时。 他指控佛陀不负责任,其不顾全意。 一点也不为他生产的事做准备。 佛陀沉默不语。 然而,高利天上,第四天王的座位发射起来。 提醒他人间发生了需要他处理的事情。 于是,他认一只老鼠,去将绑住墨盘的带子咬断。 墨盘掉下来,切断了三者摩纳奇的脚趾头。 他被在场的众人赶出寺院去。 当他走出寺院大门时,地狱的门火立刻将他吞噬下去。 这就是众生被自己内心的烦恼所染污的情况。 据说,佛陀之所以会蒙受被三者摩纳奇指控这样的不光彩之事。 原因是,在过去某一生中,他曾经辱骂一位弊之佛。 接着,请大家看小善贤的图画。 大家可以自己判断,那是不是一幅美好的图画。 《六亚本身经》是我们菩萨的本身故事。 那一次,他是一只名叫六亚的相王。 这是在谈到色位城的一位比丘尼时所说的故事。 有一天,当那位比丘尼在齐元金色听佛陀开示时, 由于仰慕佛陀完美的品格,而想知道自己过去生中是否曾经做过他的妻子。 那时,色命记立刻在他的心中升起。 他一生接一生地回忆过去世。 过去他身为六亚相王的配偶小善贤,那一次的记忆出现在他的心中。 他感到很高兴,所以欢喜地笑了出来。 但是,他又想着,只有少数的女人真正为他们丈夫的利益着想。 多数的女人不为自己丈夫的利益着想。 因此他想知道自己是否曾经做一个为丈夫利益着想的好势子。 当他如此进一步回忆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导致丈夫死亡。 于是他大声地哭了起来。 那时,佛陀讲述六亚本身故事,来解释那位比丘尼一会儿笑一会儿哭的原因。 有一次,菩萨出生为六亚相族的相王。 他们的族群里总共有八千只相。 由于过去世所累积之夜,他们都能在天空飞行。 菩萨的身体是纯白色的,脸与脚则是红色的。 当他站立着的时候,他身体的六个部位都接触到地上。 那六个部位就是四肢脚,象笔与象牙。 他住在六亚湖边的金色山窟里。 他的主要伴侣是大善弦与小善弦。 有一天,六亚相王听说沙罗树林里沙罗树花盛开,所以领着象群到那里去。 六亚相王以身体重击一颗沙罗树,以表达内心的欢喜。 这一重击使得沙罗树的干枯树枝树叶及红蚂蚁掉落在小善弦的身上,而沙罗树的花则掉落在大善弦的身上。 原因是那时正好有一阵风吹过,而小善弦站在下风处,大善弦则站在上风处。 虽然这只是由于风吹而恰巧发生的事情,并非六亚相王有意造成。 但是小善弦对这件事很不高兴,因而不断地埋怨。 有一天,所有的象都在六亚湖中玩水。 那时有一只象供养一朵名为真胜繁荣的多花瓣大莲花给六亚相王。 六亚相王将那朵莲花赐给大善弦。 小善弦因此很不满意,六亚相王如此明显地偏爱自己的对手。 他内心感到很难堪,而且对象王怀恨。 六亚相王与所有的象都有机会供养水果与用品给五百位屁之佛。 他们都是摩合波陀玛寡弟王后所生的儿子。 他们是世间的无上福田。 有一天,当六亚相王在供养五百位屁之佛时, 小善弦也供养他们野生水果,并且发了一个愿。 他正在描绘一幅图画。 他了解屁之佛是德行最高的人,是无上的福田。 而包括小善弦在内的所有的象也都是有德行的。 供养物是正当地从森林里取得的。 供养前、供养时与供养后,他都深信借有很大的果报。 他也了解,戒行良好者的愿望可以由于其亲近的戒行而圆满达成。 那时,他描绘出具足所有特征的一个女人形象。 小善弦发愿说。 尊者,习此功德,在身坏命中之后。 一,愿我投生于摩达王的家中,成为一位公主。 二,愿我名字叫做善贤。 三,愿我成为波罗奈国王的王后。 四,愿我能说服波罗奈国王实现我的心愿。 五,愿我能指派一名猎人将六崖象王的象牙砍下来。 为什么他发愿要投生为摩达王家中的公主呢? 因为他了解,若要说服一个男人,帮助他实现心愿。 美丽的相貌是绝对必要的。 而摩达王家中出生美女。 所以他发愿身为摩达王的公主。 他也了解,波罗奈王的势力比其他国王更强大。 因此他发愿成为波罗奈王的王后。 由此,依照画者的意愿。 一个具足所有特征的女人形象将在人类世间的画布上显现。 结果他在死亡之后,如愿地出生于摩达王家中。 后来也果然成为波罗奈王的王后。 当他成为王后,也就是地位最高的女性之后。 李当舍弃对森林里一只动物的怀恨。 但是,他却无法舍弃怀怀怀怀。 无法原谅六崖相王。 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心。 因此,当我们在造业的时候,千万要记住这个故事。 因为当业力成熟时 就很难避免提果报 让我们继续看这个故事 他内心怀着前世的怨恨 计谋如何将六牙相王的象牙砍下来 他怂恿国王召集所有的猎人 选出其中一个名叫索努达拉的猎人 来执行这项任务 由于善贤所知六牙相王非常尊敬穿着黄色夹杀的那些辟之佛 所以他交代索努达拉穿上黄色夹杀 如此六牙相王就不会伤害他 索努达拉睡了七年七个月六七天 才走到六牙相王的住处 他在地上挖了一个大坑 上面住盖起来 当相王陷在里面时 他就对相王发射毒箭 当六牙相王发现自己被陷害时 他指责索努达拉 但是当他见到索努达拉穿着一件黄色夹杀时 他克制自己不再指责 当索努达拉告诉他为何要来害他的原因之后 他告诉索努达拉如何将自己的象牙拒下来 然而索努达拉的力量不足以将象牙拒断 于是尽管六牙相王已经受到重伤 而且由于下恶以被拒开一道伤口 而遭受难忍的疼痛 他仍然与自己的象牙拿起锯子来 锯断自己的象牙 将象牙交给猎人索努达拉 然后就死了 索努达拉依靠象牙的神奇力量 七天内就回到了波罗奈 当善贤知道自己指败的人 已经害死了自己前世心爱的藏夫时 他自己也因此心碎而死 因此我们应当了解 想要报仇的心 只会造成内心混乱 乃至导致自我毁灭 记取这个故事的启示 我们应当培育宽宏大量的心胸 将一切的怨恨化解释怀 因为我们知道 怀恨在心带给自己很大的伤害 远比任何人所能带给我们的伤害都更大 由此可见 众生被自己内心的烦恼所染污 在这边很抱歉 要更正一个翻译上的错误 在大概是前两次 有一次翻译到军业的时候 那时候讲说军业是死亡时回忆起来的过去的业 而不管死亡时做什么事情 这个翻译有点错误 正确的是 今月有两种 一种是死亡时回忆起来的过去业 另外一种是临死的时候正在做的三个业 再重复一件 今月有两种 第一种是死亡时回忆起来过去所造的业 第二种是临死的时候正在造作的业 在这边一阵正在造作的业 在这边一阵正在造作业 回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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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难工作 高DE忆 迪玮众 对身 übrigens 在现在 爸爸指定 下 其算 嗯 林 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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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蠶色要继续讲解《彼带速度经》 接着请大家看即将成为大莲花匹之佛的那个人所画的图画 大莲花匹之佛 在迦瑟佛时代之前,他已经累积成为辟赛佛的波罗蜜长达二阿甄级与十万大劫之久 在辟赛佛时代,他以比丘的身份累积波罗蜜两万年 然而,在身坏命中之后,他投身为波罗奈王的私库,掌管国王的宝库 那一生中,他与人通间,由于那血淫的不善业,以后他投身于地狱 受完地狱之苦后,他投身为一个私库的女儿 他的母亲在怀胎期间,就一直遭受烧热感的苦恼 他住在台中,也一样受苦于那烧热感 这是由于他直接从地狱投身来人间的缘故 他经常记得那样的痛苦 虽然他长得很美,但是由于过去是血淫业的缘故 即使连他的父母亲都对他感到厌恶 后来他结婚了 但是由于过去是血淫业的缘故 虽然他很美丽,聪明,又体贴丈夫 但是他的丈夫却一点也不喜欢他 各位,由这个故事的提示 我们应当记住,人们对犯血淫的人是多么的厌恶 他的丈夫厌恶他,所以不照顾他 而与其他女人一起去参加节日圣会 有一天,他泪流满面对丈夫说 即使是转人圣王的女儿 也仍然为了满足丈夫的需求而活 你所做的行为,使我痛苦不堪,伤心欲碎 如果你不愿意照顾我 就请送我回娘家去 如果你还爱我的话,就应当照顾我 不应该做出这样不义的行为 他如此地请求丈夫带他去参加节日圣会 他的丈夫要他做好准备 他照着丈夫所交代的,做了 到了节日圣会,他听说丈夫已经到公园去了 就在众仆人的陪同之下,带着食物与饮料 跟随在丈夫身后而去 在路上,他遇到一位刚从灭禁定出病的辟知佛 那位辟知佛很想帮助他 他从马车中出来,将辟知佛的锅装满食物 然后供养给辟知佛 当辟知佛接受他的食物之后 他如此地发愿,描绘出一个众生的形象 一 真的 愿我未来每一次都从莲花中化生 二 愿我未来每一次肤色都有如莲花的颜色一般 三 愿我未来每一次都做男人 四 愿每一个见到我的人都喜爱我 五 愿我了知您所了知的法 为什么他希望得到如此的生命呢? 因为他在母亲的胎中时,已经备偿助胎之苦 所以他发愿要从莲花中化生 由于他非常喜爱莲花的颜色 所以他发愿肤色犹如莲花的颜色一般 由于他做女人而遭受许多痛苦 使他非常厌恶女人生 所以他发愿生生世世成为男人 由于每个人都怨恶他 即使连他自己的父母也不例外 所以他发愿每一个见到他的人都喜爱他 最后 由于他过去世已经累积足够的波罗蜜 所以他会发愿想要了知那位辟知佛所了知的法 如此,他在生死轮回的画布上 描绘出一个具足所有特征的男人形象 那时,他过去世不善业的果报消失了 他的丈夫忽然想起他 就命令人来请他去 从那时候起 不只他的丈夫非常喜爱他 而且每个人也都非常喜爱他 那一世之后 他投生于天界的莲花中 成为一个男性天神 名叫大莲花 他在天界里上向下下地流转许多世 后来在第四天王的建议下 他最后一世投生于波罗奈王公园里的莲花中 波罗奈王的王后没有生育儿女 当他见到公园里的一朵大莲花时 对那朵莲花感到非常喜爱 就命令人去摘下来 结果发现莲花中有一个婴儿 犹如睡在摇篮里一般 他收养那婴儿 因此将他抚育在富裕的环境里 每一个见到他的人都非常喜爱他 在王公里 有两万名女子负责服侍他 因为国王发布了一项宣告 能够喂养这个婴儿 也就是大莲花王子的女子 都能够得到一千元的酬劳 这就是为什么王公里 有那么多人服侍他的原因 当他成长到十三岁的时候 开始对这些服侍感到厌倦 有一天 当他在王公大门外玩耍时 见到一位毕之佛走过来 就警告毕之佛不要进入王公去 因为王公里的人会逼迫 进入王公去吃喝的人 于是毕之佛就转身走了 王子心里感到很后悔 恐怕冒犯的毕之佛 就急着向前往毕之佛的住处 准备向他道歉 到了半途 他从向身上爬下来 徒步行走 走到接近毕之佛的住处时 他将随从的人员都打发回去 独自一个人继续向前走 他发现毕之佛的住所没有人在 就坐下来修行观察 因而正悟毕之佛果 断尽猪肉 达到究竟的心解脱 因此佛陀说 事故朱比丘 心当经常如此地反省自己的心 长久以来 这个心就一直受到贪症之所污染 朱比丘 众生透过心的烦恼而染污 众生透过心的亲近而进化 接着请看树心的图画 据说在提佛师佛的时代 他出生于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 但是他的父亲死了 当时的人民非常恳切地请求国王之后 才得到国王允许供养佛陀及十万位比丘 将军得到了在第一天邀请佛陀与僧团 到家里供养的殊荣 父亲在外面游玩之后回到家里 发现母亲正在哭泣 他问母亲为何哭泣 母亲回答说 如果你的父亲还在世的话 优先供养佛陀与生团的特殊荣誉一定是我们的 父亲就安慰母亲说 那荣誉还是属于他们的 于是他用一个金色的碗盛满美味的奶酥 再用另一个碗将它盖起来 他将那两个碗以茉莉花团团包住 然后领着众仆人出去 在他前往将军家的路上 他被将军的部下挡住 但是他以好话劝诱他们让他通过 当佛陀来到时 树心说他要供养茉莉花还给佛陀 因而将那两个以茉莉花包住的金色碗 放入佛陀的锅中 佛陀接受那个贡品之后 将他交给一个在加南居士 要他带去将军家里 那时树心发了如下的愿